屏東縣率全國之先成立的長期照護處 縣長周春敏正式公布長照處人事 首任長照處處長是由高雄醫學大學 長期照顧研究中心主任陳桂敏出任 研究專長包括老人健康促進 長期照護等 周春敏表示相信新任處長 可以規劃更完善的照護 讓長輩更有尊嚴 安詳晚年 陳桂敏教授 那他長期在高雄醫學大學擔任高齡長期照護的教授 也兼主任 那他學養專兼具 那在食物的經驗不僅是屏東的長照 他非常的了解 全國各縣市也很多借重他的專業加以輔導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陳老師加入我們的團隊 我們非常的感謝 陳桂敏表示 自己在學術界耕耘26年 專業領域在高零長照區塊 過往發現屏東縣的表現 一直是各縣市政府中的佼佼者 也對屏東縣政府推廣長照業務印象深刻 因此在周縣長的鼓勵下 決定挽起袖子挑戰工部門這個全新領域 以前在學術界尤其也在接觸我們產官學的過程當中 都有覺得都有提出一些建議 但以其一直說一直建議 既然有這個機會 可能那個捲起袖子 禮拜聊來做會做過馬雅爾夫 是只有一支有說的 可能我們還是來做說看 不曉得自己能夠做些什麼 陳桂敏表示 上任後將全力潮流大目標努力 包括在地人才培育 精準長照服務 社福整合照顧 醫養結合共照 專業創新照顧 民眾有感宣導等 加上長輩們數位化能力再強化 讓服務涵蓋率再提升 陳桂敏也進一步指出 雖然長照服務無法移出而就 相信整個縣府團隊觀念一致的相信力 可以達到長者在地安老的照顧目標 原市信用歌手 平中市採訪不到